大家好 歡迎收看151跟Forge亞洲頻道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Piper Cross 之前很像沒有認真介紹我們有什麼新的產品 那最近他有很多新的產品出來 第一個他們最近有出了一個全新的產品就是 他原廠交換型的濾芯呢 他做了一個Plus的版本 來我跟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原來的濾芯 他是以網狀 這個大家都很認識他 大家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那他們現在做了一個Plus的版本 價格會貴一些 這些長這樣 那他就是用雷射那個切割的方式 把這個補鏽鋼這樣切起來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官方數據說呢 因為這樣的切割方式 他撞風的面積多達25%到30% 就是說比這個還多這樣子 所以又更有效的去達到了進氣的效率這樣子 那他這邊有看到Logo 他後面也有Piper Cross的Logo 所以這個就是Plus版本的 那目前有蠻多車型都有做Plus版本 我們舊款還是繼續會供應 那當然如果有需要好一點的Plus 你也可以PM我們 那這個是VAG專用的 2000VAG 1500都是用這個的 對啊他已經有Plus版本 那接下來呢介紹一下我們最近 最近他這半年來出的新的東西 那好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新的東西呢就是 如果你是比較老的車子 或是你是改四喉的啦 或是八喉直噴的這些車子呢 現在Piper Cross呢他出了這個 因為在歐洲這些車子用四喉或六喉直噴的喇叭嘴的車子還是很多 他做了一個Carbon罩 直接罩到你那個喇叭嘴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感覺不錯 然後這個是一台二代換了這個罩子 因為他前面是四喉 Golf二代 那他有做加這個軟管過去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應該是八缸的吧 而且還是BMW Motorsport八缸舊的 兩個直的這樣子可以蓋下去 所以他的競技效率跟吸到冷風的會更好 因為有時候喇叭嘴你其實直接吸到引擎室裡面的熱空氣 所以這樣子也是比較好的 那他們最近有做這個東西出來 這是其中一個啦 那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Plus版本的巨星也出了GR86跟FT86的了 也出了這個濾芯 所以新的濾芯 GR86跟FT86也出了Plus版本的了 下面一位一個 這個就是GR86的進氣套件跟FT86的進氣套件 基本上就是一個鋁製的箱子加一個香菇頭 然後以他們在英國拉出來的話 這個進氣套件可以加15.6匹馬力 而且是輪馬WHP 可以加這樣提升的幅度 那這邊有一個馬力圖給大家看 那再來就是下一個就是 PiperGuard最近出了一個叫Air Max的Product Line 就是一個全新的產品線 那它就是做比較高級的Carbon的 那它第一個出來的就是剛好給最新的 M3、M4或M2的Carbon軌件 然後呢它就是全部都是Carbon的 那基本上這個套件可以加差不多30匹左右 然後都是整個Carbon 然後這邊有一個形象影片 我給大家看一下吧 Go 最近PiperGuard真的不錯 它最近在做形象也蠻積極的 它已經停頓了蠻久了 我很開心他們最近這樣子做它的形象 那這個就是我們以上的那個Carbon的進氣的形象影片 那如果有需要呢 歡迎PM我們 對啊 M2、M3、M4 只要是G系列都可以裝 最後面呢 一樣 也是Plus的Filter 也是這個版本的 那它也是 最近有很多Plus的版本的濾性要出來 那這個版本就是給F系列的 F系列的M2、M3、M4、M5或是X5M 它都有做這個Plus版本的濾性 對啊 那以上呢 就是一些我們最近新的產品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這個Plus的版本 跟普通版本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呢 歡迎你PM我們 那我們就會跟你講你的車子 有什麼樣子的濾性 或是有沒有進行套件這樣子 那我們下次見吧 拜拜